當初 Garrido 所當然的 椅子好不好坐 坐上去採算素 如果你想喝到 bunun咖啡 就選擇好豆子 沖这一杯好咖啡 你能夠帶你 平常進入咖啡世界 90度以上的水 輕輕的淋到這個鍋耳上面 這次呢我準備了我咖啡的三款咖啡豆 三款咖啡豆有包括一款是比較 我們說它稍微前輩一點的 它裡面是有Isovia型的咖啡豆 所以叫清烘叫淺烘的方式去做 它做水果啦花香的感覺會比較多 第二款的部分呢我們是用 金乳油脂香氣都特別特別好 特別做成冰咖啡的時候 它有很多像榛果一樣的香氣帶 那另外這一款的是 我們就比較稍微深杯一點 和很多很多人喜歡的那種 很厚實穩重的感覺 有一些黑巧克力的風味 那做成冰的話它有更多更多 它嘴巴裡像麥芽糖的這種滋味 其實咖啡冰的熱的 其實是飲用條件不一樣 看我們每個人想喝到什麼樣的風味 那冰的有冰的它的觸感 它對我們人是涼的 是舒服的 當然在這種炎熱的這個地方 其實喝到這樣的咖啡是通體舒暢 所以一杯好的咖啡 很多人都說要溫暖於人形 可是有時候天氣很熱 而且冰咖啡也是還蠻適合我們在家裡的 居家飲品 我很喜歡一個坐椅子 坐一種椅子的大師 他叫薇娥瑪 他人生做了一百張的吃點餅 那他講過一句話說 椅子好不好坐 坐上去才算數 那也是用在我們的咖啡裡面 不管你要怎麼樣做一杯咖啡 取得好豆子又良好的沖煮方式 你就能喝到一杯好喝的咖啡 想喝到心底咖啡 可以從後來把這最簡單的方式先開始